第1543集 没有什么进展 现在医疗小组的设备刚刚运到 关于那个超级病毒 我们暂时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云霄摇摇头道 而且其他国家的人也陆续过来了 他们的驻地都是在哪里 叶浩璇问道 都是在附近 不过杂七杂八 属于不同势力的分点 北极熊的队伍来得最早 在这儿已经有一星期了 可能他们得到手的资料 比起我们要多一些 自由女神国也来了 但一直没有动静 余下的两个外国特种部队 和帝国的特别行动队 都是比我们晚到的 他们也在附近安了下来 距离我们不过三十公里的地方 这么近 叶浩璇有些诧异地问 你确定这样不会引起摩擦吗 我可不确定 云霄摇摇摇头 虽然在这片大陆上 各国相互之间都是客客气气的 大家都派有维和部队来这里 但毕竟种族不同 引起一些摩擦也是必然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地方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而且各个小队之间的竞争 十分激烈 就算是大家表面上 和和气气地在一起 但暗地里就难说了 那就要小心点了 毕竟对面来的人都十分强 大家的目标虽然一致 但是更怀鬼胎 谁知道谁心里会想什么呢 我知道 今天晚上已经布下了暗烧 而且我们防御系统也很强大 总结起来 不比他们那些人差 而且大家一般不会都撕破脸的 万一真的撕起来 我们也不怕他们 云霄笑道 那就好 叶好轩点点头 医疗小组那里 今天做了什么研究 附近有些疫情 现在着手处理这些疫情 而且国内的药 已经到达了 不仅到达了我们这儿 而且还在非洲各个城市里 扑散开来了 现在中药 十分受国籍的欢迎 我想 他们这里的原住民 一定会十分欢迎中药的 这倒是个好机会 我们顺势打开这里的中药市场 叶好轩微微一笑 不仅仅能援助他们 更能赚上一笔 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真是听声做生意的 云霄看着叶好轩笑道 连这都能想到 真有你的 其实我不是做生意的天才 叶好轩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我是为了这里的居民健康 我可是医生 的确 你的中医救活了不少这里的人 对于这个 云霄是承认的 他点头道 而且我觉得 你的医德 已经为你自己 击下了无数的功德 功德不功德的 我倒是不在意 我比较在意的是 我的医术到底能够造福多少人 说真的 刚开始走这一步路的时候 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因为我知道 这条路不容易走 可你还是走了 而且你还很成功 现在终于几乎流遍了整个世界 这里面都有你不可缺少的功能 云霄笑了笑 我一个人 可完不成这么多的事情 叶好轩笑了笑 你完成了 那是因为你背后 站着无数的女人 我说的对吗 云霄看着叶好轩 她的双眼里一副 嘲笑的样子 这让叶好轩十分尴尬 女娃时没有动静吗 看出了叶好轩的表情有些尴尬 云霄便换了个话题 不然的话场面就会僵在这里了 没有 如果没错的话 女娃时就在这块大路上 但是我现在 还没有感应到她的动静 那就奇怪了 云霄想了想 可能是时间还不够 也可能是 你没有真正的接触到女娃时吧 再等等 嗯 只有这样了 叶好轩点头 叶医生 云队长 实验室那边已经有消息了 云老让我过来通知你们去一趟 一个队员跑过来 对两人敬了一个礼 走 看看是什么情况 叶好轩站起来 和云霄一起向实验室里面走去 实验室是临时搭建而成的 附近有数名队员把守着 叶好轩和云霄换上了吴臣服走了进去 只见在一个独立的室内 于老正在吩咐着什么 看到叶好轩和云霄走过来 于老道 大家都去忙吧 按照我刚才说的话去做 大家这几天都辛苦一点 不管怎么说 张男不能白死 是 于老 所有人都点头回答 然后分散开来 大家都各忙各的事情去了 于老 听说有进展了 叶好轩问道 有进展了 你过来 于老带着叶好轩和云霄 来到了一侧 一个大屏幕上 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 就是张男临死前的那段录像 进入丛林的时候 所有人的身上都配备了 一颗高清质量的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可以自动记录 队员们在雨林中发生的一切 只是这几天 调频工作还没有调好 卫星还没有接上 等卫星接上了 调频工作接好了 队员们在雨林中的情况 都可以清楚地展示到指挥部里面 张男临死之前的分析 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没错的话 小叶 你和张男见到的那块陨石 是来自于外太空 一个具有生命的地方 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科技如何 但是这块陨石上所带来的 不仅仅有气息 更有某种未形成的菌种 当陨石落到这一片区域之后 陨石就会影响周边 形成一个充满安气的雨林 而且它所自带的菌种便会落下来 在这里快速地进化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现在陨石的情况 就跟我们地球出气的进化一样 从菌类 进化出各种鱼类 动物 甚至是灵长生物 只不过 我们地球的进化是很缓慢的 是几千万 甚至是数亿年的形成 才有了我们人类 是不是 这块陨石所带来的生态圈 进化的速度非常快 叶浩轩明白了于老的意思 不错 非常快 于老严肃地说 快得不可思议 如果说我们地球远古的进化 是骑着自行车在前进 那么现在这块陨石的进化 几乎就是坐着火箭一般的 向前击奔 当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呢 叶浩轩突然想到了 一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他们进化出来了 灵长类的生物 甚至是异域的怪物呢 那他们就会突破雨林 适应地球的环境 然后对我们地球的原住生物 发出剧烈的攻击 或者说他们的雨林 一直地扩大 甚至波及整块大陆 到最后 波及整个地球 这是一场类似于 灭尸的危机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阻止 这一场灾难的发生 于老严肃地说 这对我们的生命安全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里的情况 我会尽快地传回家去 云霄点头道 只有国与国之间联合起来 达到一致的想法 才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去吧 尽快沟通 因为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让这一片雨林 从我们的世界上消失 否则的话 以后这个世界 将会是他们的 好 我现在就去 云霄点头 转身而去 于老 我想知道的是 以现在他们进化的速度 什么时候才能对我们构成 真正的威胁 叶浩玄问道 不好说呀 不过半年之内 再不想办法的话 我想就麻烦了 于老摇头道 唉 还真是麻烦呢 叶浩玄叹了一口气 不过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块陨石 并不是在雨林中的中间部位 而是在边缘的部位 我觉得 这里面有问题 你是想说 陨石不仅仅只是一块 于老瞬间明白了叶浩玄的意思 对 陨石不仅仅只是一块 而且 这么多的陨石落到这里 就算是他们当地的科技落后 但其他国家的卫星 也不可能没有监测得到 这 也是我感觉到奇怪的地方 于老思索了一会儿 这件事情啊 我向国家航天局的汇报一下 让他们调出这最近半个月来 这个地段的卫星图 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好 眼下只能这么办了 叶浩玄点头 他看了看实验室的四周导 今天带回来的样本 研究的怎么样了 唉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地球上原有的生物 于老叹了一口气 他们的细胞构成很简单 但是生长的速度很快 这就是我感觉到可怕的地方 我有理由相信 这一次的事件是一次外星生物入侵的事件 我想办法带回来一块陨石来 叶浩玄想了想 或许从陨石上面 我们会发现一些东西 这个 危险吧 于老微微的疑了 张楠的死给他造成了一些阴影 因为张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尽管他也很想知道那块陨石里面所包含的信息 但是他却不想再让任何人冒这个险了 没事 我会想办法的 不过这一次 我得自己去 不能带别人的 那怎么行呢 你自己去的话 会有很大的危险的 于老吃了一惊 没事 于老 我有自保的能力 如果一群人进去的话 我还要顾着别人 那样的话 我就不能安心地去弄那些东西了 那你真的有把握 于老摇摇头 不行 你还是请示一下你的上级吧 我可不能让你冒这个钱 也行 我给龙伯去汇报一下 叶浩玄点点头 他转身走出了实验室 来到了通讯室 叶浩宣要了一台通讯器 然后屏蔽了周边的信号 联系上了龙伯 有进展了 前面一个虚拟影像上 显示出来了龙伯的身影 龙伯开门见山地问道 龙伯 我在这里辛苦了这么久 第一次跟你联络 你不是应该关心一下我吗 难不成你就只关心你的任务 叶浩宣有些哭笑 不得地说 少废话 我就只关心任务 龙伯倒了一杯咖啡 他坐下来道 我听说你们今天已经去丛林里面 去勘探过了 而且也有了一些收获 告诉我 有什么收获 收获不多 而且还死了一位科学家 叶浩宣认真地说 龙伯 我感觉这次五个国家派来的队伍 恐怕有些不够用了 哦 怎么说 龙傲看着叶浩宣 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吗 岂止是复杂 叶浩宣摇摇头 我简直是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了 那个地方很危险 看得出来 北极熊已经赶到了我们的前面去探视了 但是我们一路上见到了他们两具尸体 哦 北极熊的单兵战力是很强的 龙伯也有些凝重了起来 只见到了两具尸体吗 不 我们没有向那处区域深入调查 但是边缘的地方就见到了两具尸体 而且北极熊这几天在这里一直是安分守己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他们在那里面吃了个大亏 现在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看样子 他们是在那里面吃了亏了呀 龙伯微微地点点头 哼 看样子里面的事情不简单 连北极熊都在那里面吃了这么大的亏 那么别人进入这个区域 简直就是一尽一个死啊 北极熊都在这里面吃了3八辣下 不视频本无敌 죄송